7月8号 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被通报 正接受组织调查 成为今年继海南省前副省长纪文林之后 第二位落马的海南省省部级高官 也是又一名具有四川背景的被调查官员 那么有分析指出 中共当局收紧了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的调查 终极目标对准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现年59岁的谭力是重庆人 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 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及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 在四川任职时间超过30年 他在绵阳市委书记任上曾陪同中共领导人视察汶川大地震灾区 因眉开眼笑而被讥讽为谭笑笑 2009年3月 谭力出任海南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 2010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 谭力在担任广安市委书记和绵阳市委书记期间 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 周永康在任职四川主要领导期间 谭力是做宣传部的部长了 那么那几年恰恰就是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最开始那几年 周永康是凭借着迫害法轮功所谓的政绩 他才串上去的 作为地方上的这个宣传部长 这个谭力当年也是给这个周永康破坏法轮功这一步 是下了不少的这个功夫 就是说他是卖命在做了 所以他才能得到这个重用提拔 中国媒体报道说 谭力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成 及四川政协原主席李冲席有多年的工作交集 而这三人与前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都有交集 事实上 早在今年2月 海南省前副省长周永康的前秘书纪文林 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谭力因涉纪文林和周永康案被限制出境 据报道 谭力是四川富商刘汉朋友圈中的一员 2005年 谭力出任绵阳市委书记不久 刘汉集团就开始向他行贿 这样一句话嘛 当谭力任海南副省长时候 有人为他说了许多话 那么这个人是谁 跟谭力是某何利益的挂着 我想呢 挖住谭力只是一个开始 我看主要针对的是谭力身后的人 身后的这个大老虎 今年4月 海外中文媒体曾传出 谭力不止投靠周永康一人 时任绵阳市委书记的谭力 曾以绵阳科学城产业基金的名义 投资给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之子刘岳飞 而刘岳飞又将这笔资金 投给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那么江泽民的孙子他跟谭力之间有利益的输送关系 包括这个刘云山都在这里 那就是说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谭力的这个被拿下去呢 实际上就是他是 他是从这个周永康 这个政变这个口 要处理周永康这个地方直接来的 现在中共对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呢 在加紧这个收网 那周永康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现在的这个命的话 我想呢他会把所有的跟这个相关的跟政变呢 跟其他有关的一些内幕呢都供出来 他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是来自于江泽民给他的受益了 中国独立作家也度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在中国省部级的高官如果倒台 背后都与权力斗争 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 他直接去触及周永康本身 可能感觉有难度 所以他才要从他周边的 所有跟他有关系的这些贪腐分子 包括设计政变的一些人物去下手 然后收集足够的证据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现在的这些反腐的这些人 在将来才也不能被这些人翻过身来 再对他们形成一个威胁 日前包括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在内的 江派多位高官被开除了党籍 7月2号中共党媒新华网发表 法国检察机关为何敢调查前总统的文章 其中指出当局要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去调查诸如前总统萨科奇这样高级别的大老虎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博文中指出 现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把中级标靶的准星对准了江泽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